全臺輕鬆了七點六萬多例的確診 這當中包含了新北 臺中 還有高雄都是突破萬例 而且高雄和臺中是已經連續三天 破萬了 相對於北部地區來說 疫情是持續緊張 因為先前在廉價過後 確診個案都會增加 所以在端午節前夕 臺中和高雄市長 都提醒民眾一定要做好防疫 屏東三個月大男嬰 因反覆發燒 送往府嬰醫院急診 遭家長質疑 沒有專責病房收治 必須和確診成人同住 院方出面澄清 家長焦急確診孩子就醫狀況 凸顯中南部疫情持續緊張 屏東二號新增兩千七百多例 景臨的高雄市新增一萬零四百九十五例 已連續三天突破萬例 推估疫情維持在高原期 臺中市確診數同樣近三日破萬例以上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截至五月三十一號 全國平均感染率百分之九 六都當中的臺北 新北和桃園 已超過百分之十 而高雄 臺中和臺南感染率則是逐步往上 指揮中心預估十天內疫情趨勢更清楚 由於先前連續假期過後 確診人數明顯增加 也讓縣市首長不敢大意 那有上呼吸到症狀的請趕快快篩 只要要回家的時候 連續假日完以後 那到下一周期我們就會注意到 那有些這個確診數字就會跑出來 那可能跟大家 這個比較頻繁的接觸有點關係 短午連假三天 難來北往 無論聚餐 旅遊 自身健康狀況 務必要多加留意 記者李璇 陳顯坤 綜合報導